归主耶稣教授 赤祢永远教授 美在主当 其在主当 生命自导奇妙 美在主当 其在主当 生命自导奇妙 美在主当 生命自导奇妙 美在主当 生命自导奇妙 美在主经次导奇妙 三年前往来在 BET 5年前往来這裡 елен 期阅综 나쁜二월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才踏入新的一年大概才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要过春节也是新年 我会让我介绍我自己我必须提出一点关于我的消息 我的名字是Andreas Himawan牧师 我已经设计了三十二年 二十二年之后我在学校 Alkitab 最近二十二年是在神学院师奉 就是在大神明神学院 谢谢刚才你们已经为这家学校祷告 我曾经半年担任了这家神学院的院长 现在只成为教授而已 也现在还在教书 因为我是从这个教育背景 因为我是在神学院师奉的我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为我们带到 为更多的人把他们自己教授给上帝 成为上帝的仆 让他们能够进到好的神学院 受到好的教育 让他们能够成为好的仆 现在现在把自己教授成为上帝的仆 已经很少了 其实自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数量已经减少了 如果你们是从华族的教会 也有很少的人他们把自己教授成为上帝的仆 我希望你们会为这件事祷告 鼓励他们 让他们能够把自己教授给上帝 明年三月 这个大神明神学院会在我们本堂 举行这个招心声活动 如果你们要真正把自己教授给上帝 你们可以报名 或者你们鼓励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孙子或者你们鄰居的孩子 我们再次一起祷告 使用你的婦人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 也借助你的道 当上帝的话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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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讲出来祝福我们大家 让我们真正能够接受聆听你的话 祝福我们大家 在名字的祝福我们大家 我们祝福我们大家 祝福我们大家 阿们 阿们 所谓的节奏 节奏我们的节奏 WAHYU YANG ILAHI 我们今天早上的节奏就是 神圣的起事 我们就从 祝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来读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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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读生者 将他表明出来 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听到 启示这个词 我们也常常用 这个词 那么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怎样我们能够应用呢 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这件事 所以当我说到 关于这个神圣的启示主题的时候 我想让大家先了解 到底启示有什么意思 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应用 这个如果非基督徒他们 常常用这个词 但是特别是基督徒来 采用这个词 这个启示 其实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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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pengertian yang paling dasar dari wahyu 最基础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的行动让他向他的子民来显明出来 那么这个道就是一个总结 一个总结让上帝能够向人类显明出来 你们可以了解这个启示就是来开张开一件事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孩子 Ya saudara, pulang dari sekolah sudah sedang kelaparan begitu sampai di rumah apa yang dia cari pertama dia lihat meja makan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放学回来肚子饿 然后他马上去餐桌那边 把餐桌上面的盖把它拿起来 刚才被子盖的已经被打开了 其实我们也是常常 来表明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介绍我自己 我来表明我自己 刚才你们可能不太认识我 还是不够认识我 但是我已经告诉了 表明了我自己 这样子也一样 如果 Allah tidak membuka diri dia akan tertutup 如果上帝没有向我们显现 那么他永远 他永远 被遮盖 然后我们永远都不认识他 但是 Allah datang kepada kita dia buka dirinya 但是上帝来到我们当中 他向我们显现 dia menyatakan dirinya 他向我们显现 dia membuat dirinya real membuat dirinya nyata membuat dirinya bisa dikenal oleh manusia 他让他自己 那么的真实 让人能够去认识他 但是于什么方式呢 就是有一个中保 中介就是道 这个道基本的意思就是说 吃语 如果我们知道 在印尼语 他有一些的 语言当中 有一些的这个词类 就是很普遍的 我们可以说话语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道的时候 意思就是词语 但是它的意思 会更加的深刻 如果英文不是那样 但是在印尼语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词类等级 我们常常说 上帝啊 我很爱你 上帝啊 我深爱你 如果我们单单说爱 好像很普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用深爱 就是比较深的意思 意思是一样 demikian pula dengan istilah firman 这个道的词 firman itu pengertiannya adalah kata-kata 这个道本为意思 就是说词语 那说dara kata-kata itu adalah perantara untuk membuat Allah itu memunculkan dirinya 这个话 就是成为一个 总结 让上帝 能够表明出他自己 我们日常生活 也常常见 好像很平凡的一件事 我们用词语 来表示 我们自己 如果我安静 然后班议员 你安静 40分钟后 我们结束了 我们就下台 你们一定用圣经来丢我 你40分钟 无言无语 让我们明白 什么你说道 已经结束了 Bapak Ibu ingin saya mengeluarkan pikiran saya mengeluarkan isi hati saya mengeluarkan firman yang sudah saya pelajari itu melalui kata-kata untuk diucapkan 你们盼望 我所学的 我所知道的 这个神学 就是 我用我的话语 讲出来 给你们听 我有一点的知识 在我脑袋里 但是如果我永远 没有把它说出来 那么永远就 藏在我的脑袋里 但是当我要 用我的知识 表明给大家的时候 我必须要 用话来告诉你们 在那边就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知识 转移到你们 就像上帝当要向人 来表明的时候 上帝要把他自己 把他的知识 把他的信识 表明给人类的时候 那么他就用 道这个 向我们说话 他向我们说话 untuk membuka dirinya untuk mengungkapkan dirinya 他表明他自己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圣经就是 我们常常称为道 圣经我们常常称为道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就是 者出上帝 melalui kalimat-kalimat melalui cerita-cerita melalui penggambaran-penggambaran melalui banyak hal yang dituliskan dalam Alkitab kata-kata itu dipakai oleh Allah untuk mengungkapkan diri Allah kepada manusia makanya Alkitab disebut sebagai firman kata-kata Allah 因此 圣经被称为 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 kata-kata yang dipakai oleh Allah untuk membuka dirinya 但不单单 只有圣经 seperti yang kita baca 耶稣基督也被称为道 但是我们不是读了吗 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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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 因为他向我们显现了 甚至在十八节那边说 没有人看到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读生者将他表明出来 就像刚才我说的 我们看不见上帝 很多人对上帝的意识 好像很模糊 有很多人做了其他的调像 但是一直在错 因为人类根本 明白不了上帝是什么样的 但是后来上帝 住在我们的荣耀 他为我们接受他自己 他显明他自己 谁呢 谁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耶稣也被称为道 耶稣不是我们所说的语言 A到Z 但是耶稣被称为道 因为他成了上帝与人类的中保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意见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 阿不坚�teri 阿不坚�teri 阿bl不是隐藏在远方的上帝 阿就是阿了 阿是这样人类显明的上帝 阿 contained 阿咱迦 阿不是只需要 交召证 也只需要 并 Coh 보� 但是是上帝本身降临到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一节读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被称为道的到底是谁 在开始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道就是上帝 然后这个道成肉身 那么这个道就是上帝 是上帝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 他被称为道 因为他把上帝介绍给我们 把上帝显现给我们 把上帝表明给我们 所以不单单 所以不单单只有关于上帝的消息而已 这个消息本来是用话语来表达出来的 比如说三个星期关 Musa可能做了报告 下个星期会有Andreas Musa来我们本堂讲道 那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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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了我的照片 但是那是消息的部分而已 但是现在当我已经到大家当中 这不再是一个消息了 但是今天就是他本人来这里的 所以是上帝 耶稣基督 就是网友 因为他真正的 真实的显现 在我们当中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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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这个 Andreas Himawan 这个名字 你们会想象我这样 因为已经认识了 很多人不认识我 Andreas Himawan 这个Andreas Himawan 名字只有 单单一个消息而已 bagi yang sudah 已经认识我的人 apalagi yang sudah makan bakmi bersama dengan saya 已经跟我同桌 吃这个面条 他不单单 只有听到 关于我的消息而已 但是他知道了 我的本人 就是我本人 来告诉 来表明 我是Andreas 耶稣基督 yang adalah Allah 耶稣基督 本为上帝 他降临到这个世界 dia membawa memperlihatkan kehadiran Allah di tengah-tengah kita 他把 上帝的同在 介绍给我们 所以对我们来说 wahyu Allah bukan lagi sekedar informasi tentang Allah 上帝的 其实 不再是 那些消息而已 tetapi Allah sendiri yang datang bersama kita 但是 上帝 他本身 来到 这个世界 不单单 我们知道 我们有充满爱的上帝 不单单 我们知道 我们不单单 知道 我们的上帝 是公义的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那个 词爱的上帝 公义的上帝 真正的 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 sekalian perwujudannya itu adalah 耶稣基督 有一个海报 我特别喜欢 这个海报的词 Do you want to see God 你想看到上帝吗 看超像耶稣 Apakah engkau ingin melihat Allah 你是否要看到 上帝 你看到耶稣 但是这个 不单单 是一个 成年而已 这句话 自从 耶稣基督 所说的 耶稣 14 9 9 耶稣 耶稣 耶稣说的 有很多人可能问 上帝在哪啊 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上帝 耶稣说 你看我就看了我的父 因为他把天父显明表明给我们 如果这句话是人类所说出来的 有可能这个人是特别的质高 可能他的精神上有问题 或者他正在这个咀嚼上帝 我就是上帝 你看我就看上帝 如果有人类说出这句话 你快离开他远远吧 他就是成了一端 但是如果神经上有问题 你就帮助他 但是耶稣他能够知道他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上帝 出后是道 firman itu bersama dengan Allah 这个道与上帝同在 dan firman itu adalah Allah 这个道就是上帝 其实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学到关于 三一之神的神学 耶稣是三一之神的第二位的这个上帝 那么他把上帝显明表明给人类 所以弟兄姐妹 像我们显现的上帝 是那么真实的上帝 我们能够经历的上帝 不单单关于消息而已 但是是真实的上帝 我们能够与它相交 我们能够接近它 在十四节那边我们所读的 到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住这个词 就是从旧约所用的这个词 就是意识就是 上帝做了仗物在其中 这面称的是 在中间的情况 上帝在和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说话 所以上帝不再是 单单只有知识而已 消息而已 但是他真正的 与我们同在 正在我们中间 他把自己显现给我们 让他能够与我们相交 让我们能够与他同行 这就是目的 他与我们同在 他住在我们中间 就是借助耶稣基督 这就是个人的启示 我再次与一个例子 我再次与一个例子 但是你们只知道 关于我要来讲道的消息 不能跟我一起吃饭 那 tadi habis kebatian KU1 saya makan bakmi bersama-sama dengan Pak Irwan dan beberapa teman lain 我们就交流了 这个谈话了 然后我也为他们祷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是来到张北的 不单单只有我的消息而已 但是我本人已经来到这里了 在你们中间 与他们吃面条 这就是生命之道 个人的启示 住在我们中间 bahkan Saudara Yohannes 在我们中间 在写上的写上 他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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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Yohannes在别的书信 他写了 这个道我们摸得着 看得着 我们就看 Yohannes第一章第一节 然后 sekalian itu kata-kata yang sangat menarik 1 Yohannes第一 ayat一 Yohannes第一章第一节 全有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千年看过 千手摸过的 如果我们说到这个词 我们就听 听上帝的话 因为我们只用这个词语来了解 但是你们不要停 但你们不要停 在这个词语 不要停留在这个消息 替他们 membuka dirinya bukan sekadar informasi tentang dirinya 但是他本身 居住在我们中间 居住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生命之道 dan firman hidup 那么这个生命之道 bukan hanya 我们听 Yohannes mengatakan Yohannes说 lihat dengan matanya 他亲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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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 untuk mengungkapkan suatu pengalaman personal dengan Allah yang hidup yang sudah datang kepada kita 这个表明 说他自己个人的经验 就是与上帝 耶稣基督 降到这个世界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像这样的同在 因为上帝不在于 那些我们所需要 知道的知识而已 Allah itu bukan sekedar hanya menjadi perenungan spekulatif filsafat kita Allah adalah dia yang sungguh-sungguh hadir yang menyatakan diri yang berada yang tinggal bersama-sama dengan kita 但是谁是上帝呢 上帝就是 他真实的 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 住在我们中间 karena itulah ketika dia hadir di tengah-tengah kita dia disebut Immanuel 因此当他 住在我们中间 于我们同在的时候 他就是被称为 Immanuel Allah berserta kita 上帝 于我们同在 上帝 于我们同在 dia yang hadir dia yang di tengah-tengah kita dia yang berada berserta dengan kita dia yang menolong kita dia yang bergaul dengan kita 他与我们同在 他帮助了我们 带领了我们 与我们相交 所以说 sekalian Allah itu bukan hanya objek pengetahuan kita 这个上帝 不单单 成为了 我们 知识的 bin语而已 但是 他是 伸出 他的手 的上帝 来帮助 我们的上帝 因为上帝 降临到这个世界 是来帮助我们 因为他知道 我们真正 需要这位上帝 好像在 这个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能够 沉下去的一个生命 我们所被的 中单特别的重 我们需要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带领来 建议我们 帮助我们 然后他 是上帝的 上帝的 在中央 以马尼里的上帝 那么这位上帝 是真实的上帝 是以马尼里的上帝 然后 kalian kiranya kita sungguh-sungguh menyerahkan hidup kita kepada Allah 看望我们真正 把我们的生命 交给这样的上帝 我们的确 再也不能看到 耶稣像2000年前 他在他门头当中 这样行走 但是是否我们 不能走到他那里呢 不是那样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1Yohannes 1 1 1 Firman yang Hidup Firman yang Bisa Dengar Firman Bisa Dilihat Firman Bisa Disaksikan Firman Bisa Diraba Disentuh Firman Itulah Bisa Dituliskan Firman Untuk Jemaat Tuhan Firman Firman Itulah Yohannes Disampaikan Oleh Alkitab Firman Itulah Yohannes Dibawakan Dinyatakan Oleh Alkitab 就是这个道圣经显明出来的 因为刚才开头的时候 我说我们相信圣经也是上帝的道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它是表明耶稣基督的 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谁 藉着耶稣基督表明出来 就像在约翰福音我们所读的 刚才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 射喜约翰不是耶稣基督 但是他只知道耶稣那里 如果我们知道 如果人家画他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手指 折着耶稣 如果在画里面我们可以看 他是用左手 但是我们东方人我们用这个右手 但是他既然是由他拖着他的手指 他跟她拖着他的手指 也肯不拖着他自己 他拖着他向他拖着他自己 他拖着他人能说他拖着他 在下宰福音中 他拖着他日子 圣经所表明出来的 先知 先知与这个使徒 yang dipakai oleh Allah 上帝使用他们 就是写这个圣经 berfungsi seperti Yohannes Pembaptis 就有像 施洗约翰的功能 转到耶稣那里 当我们翻开 我们的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被带到耶稣那里去 因为圣经是为 这个生命知道 耶稣基督做见证 当我们被带到耶稣那里去 我们就见得了上帝 当我们见耶稣基督 我们就见得了上帝 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同财 耶稣基督自己 mengucapkan kalimat itu 耶稣基督自己 说出这句话 Yohannes 5 ayat 39 dan ayat 40 Yohannes 5 第5章39 Yohannes 5 第5章39 dan ayat 40 我们的圣经是 我们的圣经给了 耶稣基督做一个见证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见了耶稣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财 我们就能够见到上帝 问题是 Seperti yang dikatakan 这次就是圣经到后来 只成为一本书给了我们知识而已 圣经没有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财 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读这个启示录 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喜欢读这个启示录 有很多打仗的事 有很多打仗的事 以前可能会有这样比较打仗的电影比较多 其实也是如果你们想知道 很有趣的读这本书 但是到后来 圣经只变了一本历史书而已 只变了一本小说而已 只变了一本小说而已 只变了一本普通的历史书而已 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步 当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 圣经本来应该带我们到耶稣那里 当我们被带到耶稣那里 我们就见到上帝了 这就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经验 所以圣经被称为上帝的道 因为它显现 它把这个上帝介绍给我们 它带着上帝的同在于我们 只要我们不能停留在圣经而已 如果人家喜欢阅读的 它就是从创世纪读到七十六 那已经很好了如果要读圣经 比我们玩游戏读圣经一定更好 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被带到耶稣那里去 我们应该被带到进入到上帝的同在 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就像世纪读圣他只到耶稣那里去 就是他 就是他 不要停留在世纪读圣而已 如果你们再开车 从这里要到聚港去 有我们可以看一个象征 聚港 不要停在那个地点而已 我们要跟随那个目标 然后我们到聚港 然后如果我们不走就不能到 然后如果我们不走就不能到 所以说法 那么上帝的话 不单单关于耶稣那里 但是是上帝本身 然后但是是上帝本身 因此 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必须像世纪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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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成为教会的议题 我们必须为上帝做先生 我们的生命一举一动 我们所说出的话 必须像师父的守者一样 只要到耶稣那里去 如果我们能证明 我们带别人 让他们到耶稣那里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上帝的统材也带给他们了 人家常常不认识 到底认识上帝是怎么样 他们就不信主了 他们拜其他的偶像 或者他们有这个 这个上帝的这个概念 错误的概念 他们常常感到心里虚空 最近有很多人自杀 有很多青少年人 他们自杀 他们不认识 他们不认识 所以他们受不了了他们自杀 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听的 他们的确是有钱的人 他们上很好的大学 很好的学校 后来自杀了 有很多问题 但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他们没有感受到 他们不知道有人要为他们 他们的心里感到虚空 没有朋友 没有伸出手的上帝 要帮助他们的上帝 所以这里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成为 提醒了 Yohannes Pombaktis 提醒了 这些是 阿拉的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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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间的生命 是一件必要的是 我们像是西亚的守者 直到耶稣那里去告诉他们 我们有意味 要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阿拉的上帝 能够帮助我们的上帝 我们首先必须先经历 阿拉的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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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已经个人了 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必须经历他 但是我们也必须 接着我们 把上帝介绍给别人 那么多人能够感受到 阿拉的上帝 让阿拉的上帝 继续 阿拉的上帝 阿拉的上帝 我们的生命 让阿拉的上帝 让阿拉的上帝 充满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生命 必须充满道 阿拉的上帝 阿拉的上帝 与他的道充满了 与他的同在充满了 与他的同在 与他的同在 充满了庆 私底下 我们在场地voy上 阿代阿玛 当生命又齐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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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聆听的道不单单只成为一个消息而已 但是真正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经历的道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求你帮助我们像设计约翰一样 把别人带到你那边 走到耶稣那里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 以让我们的生活里面 和我们的言语 可以成为了信息 从来信息的信息 从来信息的信息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一句一动 我们的言语 能够为上帝做见证 就是那里面的上帝 在我们的名字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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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